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2022年3月6日快逼被橫压的第544日 今天也是懲教署禁止亲友探访的第30日 即是1个月了 时间过得很快 快逼和船员已经整个月无见过亲友了 但时间又好像走得很慢 矮的 疫情到现在还未过去 恢复探访的日子仍遥遥无期 有人说我们在场外也好像一个大监狱 老实说一帮政治犯在船上所受的身心折磨 我们不会100%理解到 在这么艰难的时间真是很考验一个人的意志 幸好快必都算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 无得探访 福利官每天的口信 就是我们了解快逼生活的唯一方法 这方面 福利官也算是不说得了 今天星期日 又是替福利官担当打电话 转达口信这个重要责任 他大概中午的时间就已经打电话来了 非常亲切专业和有礼貌 抵赞 快必第一样就是讲食 原来他昨天的早餐是烧鸭汤米线 他说米线很硬不适合 快必一向就喜欢食淋的东西 就好像那些没有阿伯那样 是不是猜不到呢 所以他一向都没什么食淡仔 三哥米线那些东西 快必于是立即就托福利官交代他的快事密码选餐单 还特意剔除了米线这个option 哎真是选喝宅吃 不过没所谓 他也是选多两三个礼拜 一定会帮他安排妥当的 快必说终于收到信了 很多信 看日期应该是过年后收那批信 相信大概是2月8日至10日 那几天的进去给他的信件 他说昨天星期六是回信日 回复了很多信息 不过程教署的程序 就是先要个安全检查 专人看了一次才寄出来的 最近黄恩浩当他们免费寄出的信 由每天一封增加到三封 那即是他们的工作量 也可能增加了三倍 审批的速度在人手短缺的情况下 相信有很多樽頸位 什么时候才收到快必寄出来的信 真是上帝都未必知道 不知道快必有没有放风做运动 提供福利官也很有耐性解释 由于他不是负责这方面的风作 快必没有交代又没有做过运动 所以他也不知道 船员差不多整个月无得放风 但是刚刚上庭的星期五看到快必 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发福 相信他在自己的船舱里 也有继续做运动 不过传说中那四个腹肌那些东西 就真的想多了 由于法庭明天3月7日开始 就会关闭到4月11日 3月底快必需不需要上庭呢 暂时就没有人回答他 所以也托了替公福利官和他说一声 律师团队会帮他处理 叫他不用烦着 至于可不可以出衣和入衣给他呢 提供福利官就答应会交代 给平时负责快必的C福利官 帮手follow up 很有交代 辛苦了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踏入第11日 世界各地虽然纷纷表态支持乌克兰 但是实际行动仍然看不到 有很大的帮助 不知道是不是像快必3月2日 聖灰日的讲章那样 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 暗中做应当做的事呢? Anyway 快必在场内仍然是非常关注战争的情况 香港有一间叫东欧餐厅 是香港人Ivan和他乌克兰太太合力经营 开了很多年 这间餐厅请了很多乌克兰同乡亲友工作 所以这间餐厅的菜式非常正宗 特别是罗宋汤 快必说记得以前都来过这间餐厅吃饭 特别喜欢他们的Rocker 现在疫情关系加上自己国家被入侵 相信餐厅的一众老板和员工都饱受煎熬 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多点关注 留意和支持他们 Ivan de Kosek 他们也有捐助给乌克兰的资料 可以在我们网上文字版里看连续 疫情令到很多邮局都没有开 希望普通邮件的派递仍然可以继续 最近陈教署也可能不够人手检查书信 所以仍然未收到快必寄出来的信 不过趁着周末大家有时间的话 就请继续写信给快必和他做笔友 还未写过信给他? 喂不要害羞 快拿起纸和笔 立即写吧 虽然我们寄出去的信 他有一段时间都未收到 不过不要紧 有心不怕迟 如果还用了色彩纷纷 有卡通的信纸 快必还会更加happy 但是提醒一下大家 不要用有贴纸、闪粉、3D凸出来的那种 诚教主不准 来信请寄去香港七姊妹邮政局 邮政信箱60141号 寄信给私叔都可以寄去这个地址 最后继续宣传一下快必的patreon 希望得到大家点点滴滴的支持 应付漫长的诉讼 还有 你们订阅快必的youtube频道未呢? 记得cls 即是comment留言 like、点赞 和分享、share 拜托 不要忘记赤柱的师叔 他的patreon都需要你们支持 多谢各位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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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